韓式煎餅還是要沾醬 展示靈魂 超甜 進去之後整個甜的口味 蚂蚁圓可以 這太邪惡了吧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好緊張 我怎麼知道我快搞砸啊 有CV其實就給各位了 哈囉我是VV 我今天來到了ATT佛放 然後呢這次要吃的是 之前已經有粉絲超完的阿豬嘛 它是一間韓式烤肉吃到飽 韓式烤肉我們也是去吃過蠻多間 應該算是有鑒別度吧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這些影片的通知喔 那也要記得去按讚我們的FB 還有接著我們的IG 那我們就把它繼續吧 GO OK我已經入座了 我覺得阿豬嘛這間ATT店 它的view超漂亮 我現在往前看 落地窗就是一大片的101耶 超近的 然後目前初步看的話 我覺得它的走廊間距非常的OK 桌面大小就是剛好啊 沒有到特別大這樣子 那烤爐的部分的話呢 它旁邊會有吸引的裝置 所以油耗味應該沒有很重 旁邊的話也會有服務鈴 我覺得這點很棒 就不用追著服務生跑 它這裡的用餐規則呢 一個人的話 用餐是100分鐘 那你要注意喔 如果你是單人來用餐的話呢 它的錶定時間 是平日的下午4點半前 才可以接受單人 可是ATT這間店很鬆啦 就是它說如果其實有位置的話 它還是會攔進去 那這邊的收費呢 平日的4點半前的話呢 是479 那如果你是平日的晚上或者是假日 就是539 那這兩個收費都是要加10%服務費 小朋友的話另外算 那這邊的話都是用QR QR點餐的 它這裡就是會有一些烤肉類啊 或者是湯類的下用點的 其他的話都是自助吧都點得到的喔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呢 點餐的方式是一次你只能送出5個種類 分數隨便你 但是如果是牛肉類的話呢 就是每種牛肉只能一份 然後你要點下一輪的話呢 就要再等10分鐘 那我們的時間已經開始算了 我要趕快先去夾自助吧的東西了 自助吧看起來很讚耶 韓式蜜醬雞塊 炸金餃 炸薯塊 地瓜球 海鮮煎餅 不常遇到 這邊是生菜和水果喔 有韓式小菜還有包肉生菜 水果的話有西瓜還有柳橙 這裡有四種醬料可以自助 另外也有胡椒鹽 扇片跟辣椒喔 飲料的話可以泡茶包 還有可樂雞 還有咖啡雞跟冰沙 我先吃它的蜜汁炸雞好了 它的顏色看起來沒有很紅耶 可能是因為蜜汁不是韓式嗎 很像我們平常吃營養肚 會吃到那種雞塊 可能是因為它不是用雞腿的部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汁 像我剛剛咬就咬滿困難的 調味上OK啦 只是我覺得好像可以加一點點就好了 再來試試看這個煎餃 它應該是有用炸的方式去處理 還不錯啦 表皮滿酥的 然後它裡面的肉質有點水分 所以整個不至於太乾 韓式煎餅 它上面會有一些蝦仁碎 還有蔥 它韓式煎餅實在有點小油 但表皮夠酥 我喜歡那個酥脆感 很讚耶 韓式煎餅還是要沾醬 韓式煎餅 超喜歡它那個韓式醬油 它裡面放滿應該是洋蔥碎 超甜 進去之後這種甜的口味 哪一人可以 最後我來吃一下它的雙色地瓜球 好吃 地瓜控這個可以 這個壁夾超好吃的耶 它這裡的話還有大醬湯跟韓式拌飯可以點 但我怕石鍋拌飯會太飽 所以我只有一點大醬湯 哇 裡面料有在給它多喔 有蛤蜊 蝦子 還有一些瓜類 豆腐 洋蔥跟菇類 我覺得它大醬味算淡 但是感覺比較符合台灣人口味 因為就是可以吃烤肉然後幾個膩醬 太濃的話就不太能解凍 比較可惜的是它用的豆腐不是那種 韓式嫩豆腐 但其他我覺得已經90分以上了 再來試一下韓式冬粉 超酥 它這加的韓式冬粉 醬汁有點像草米粉那種感覺 就是甜甜的 然後會有那個香菇香 開始烤肉吧 我的肉肉 還有小菜醬汁生菜全部都準備好了 它一開始就會附上這個起司 然後我們就是放在裡面加熱 等一下肉就可以沾著吃 每次都是附兩份 然後之後如果你要點的話 一份要30塊唷 就尷尬的是它這種烤爐有個缺點 就是我沒辦法烤蒜片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說過韓式烤 我就是一定要肉跟蒜片一起烤 所以那個蒜片才會吸那個肉的汁 但是這種洞太大的蒜片一定全部都會掉下去 是不是還是不要隱身是吧 除了先上起司以外 它還會先上這個基本盤的豬五花 分別是椒鹽跟原味的 那我們從豬五花開始烤好了 我想讓它有點油 這個聲音很可以啊 下一個的話來烤 辣的牛五花 雖然它牛一次只能點一份 但是我覺得它牛份量其實沒有到很少 如果你人數沒有很多的話 其實就算每一種只能點一份是OK的 那它牛也滿多種的啊 各一份也是OK的 辣牛五花 以這種蜘蛛爸來說 我覺得它的辣牛五花算是滿嫩滿好入口的 只是就真的那個可能中間五花油花的部分會比較難咬進去 但整體還OK啦 原味跟椒鹽的都烤好了 試一下原味的 我表皮烤酥酥的很好吃 椒鹽的一口 椒鹽的超香欸 跟原味差超多 我覺得原味可能要沾醬 椒鹽的話單身就滿香的 欸大家起司烤好了 這太邪惡了吧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有了粉 你們看 椒鹽表示太可以了 我覺得它加起司雖然好吃 但有點小沒味道 我們想要加辣醬試試看 韓式炸雞是一曲同工之妙 但是它變成五花肉 超加分 看到我拿起生菜 頻道的老觀眾應該都已經知道了吧 鮮菜包肉包起來 蘸一下辣醬 加蒜片 還有糯米椒 大家不用擔心 糯米椒是不會辣的喔 有點像青椒的口感 放上一大口的豆芽 還有泡菜 蔬菜很新鮮 加上那個蒜味 還有那個糯米椒 會有一點點臭辣臭辣的感覺 你們知道嗎 很讚 而且我覺得你們一定要加醬 因為它的五花肉真的味道蠻淡 加醬配這個生菜只能幹好 大家我要來試一個東西 剛剛 剛剛你教我的馬上來試我超好奇的 前面步驟都一樣 只是料可能不能夾太多 好緊張 我怎麼知道我會搞雜啊 這樣很聰明 這樣你吃的時候就不用擔心醬 要掉到你的手上 就直接進去不用把它去 讚 再烤一下它的豬梅花 還有它的辣味豬五花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梅花的顏色 它起來很大 那我順便烤BBQ的牛板煎好了 它這個真的是經典的板煎 就是中間有一條筋這樣子 然後BBQ這樣上面會有芝麻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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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片米豬 辣味豬五花 嗯… 嗯… 我覺得辣味是最好吃的 跟豬肉太搭了 看看看這個醬 嗯… 有種豆乳味噸的感覺 跟豬肉也是很搭 再來吃豬梅花 很不錯耶 是非常具有水分 而且咬下去的話也很嫩 台灣在烤肉那種 醃過的那個肉片 但是它的口感 我覺得比這樣烤肉片還好吃很多 肉類我們烤最後一個 我有興趣的 就是它的BBQ的板煎牛 嗯… 食用不要挑 烤得好緊張 我覺得… 多嫩 還是我們真的要把一塊五花肉 當成那個豬油在上面涮一下 再開始烤 啊…已經炒肉了 氣死啦 唯一的幸存者 嗯…很嫩耶 這算它烤成那種碎肉樣 好像還是算好吃的 對只是賣相有點差了一點 可是比較可惜的是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爛 我覺得還是需要沾點醬 可能是因為我是重口味菜吧 這個是它剛剛幫我們自己上的拌飯 它裡面的話就是 看起來有六種蔬菜 還有海苔跟飛魚卵 你看你們看這個鍋巴 哇…太炸了 這個鍋巴 這個鍋巴有點脆脆 有點小妮雅 好爽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放的料 真的都非常的韓 因為韓國真的有時候 我就會放一些香菇跟一些生菜吃在裡面 這個拌飯 我覺得是 今天吃到所有東西裡面 最韓最優秀的 韓牛拌飯 好爛喔 沒關係我再把它撈起來 真的變牛肉口味食物拌飯 因為我剛才在嫌牛肉味比較少 但是它配就是食物拌飯超剛好的 蝦子有點黏可 不是很好剝 蝦子有點粉 我覺得可以踏實 搬入甜點來吃一下西瓜 西瓜 西瓜好甜喔 而且脂很少加分 可惜是它沒有甜點 它只有水果 平點空覺得難過 吃完了 這次我跟攝影師總共吃了1054 我覺得先講它的環境好了 它整體環境的話非常的舒服 然後很乾淨 另外就是食材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的烤肉是還行 它反而比較好吃的 我們覺得是它的韓式的拌飯 還有它的那個大醬湯 我跟你們說來這邊放心給它點起來 那個真的不雷很讚 對我來說就是品質還OK的店 但是以CP值來說沒有說特別高價 最後再小小呼籲一下 台灣人蜘蛛吧沒有冰淇淋 真的不行 就希望它之後可以再增加冰淇淋 這樣就真的可以加很多分 以上的話就是我這次去吃 阿豬麻的心得 那大家要記得如果來吃阿豬麻的話 我記得調小一點 或者是你要再加那個豬肉 先把它算過一遍也好 不然真的很難烤喔 好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那也可以去看我們優惠網站 CP優惠.TW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好燙 像也被燙到 熱子